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一起来看一部韩国的谍战动作片 《义兄弟》 故事开始 志愿是潜伏在韩国的朝鲜特工 这天晚上 他和在朝鲜已经怀孕的妻子通过电话后 接到了上级影子的命令 永安一波以后 是影子约他明天见面有重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 韩国情报局行动队长李仁葵也在和妻子通话 不过两人早已离婚 通话自然不是很愉快 这些年 抓捕潜伏在韩国的影子成了他的全部 影子潜入韩国多年 心狠手辣但大细心 就像他的绰号一样 李仁葵追踪多年 连他的影子都没逮到 这次李仁葵虽然通过线人 扩植了影子的命令 却无法破解 只知道对方明天行动 却不知道具体时间地点 次日志愿和另一名特工会合 一起去和影子碰面 泰顺在韩国多年早已结婚生子 而志愿的妻子即将临盆 他不久后就会回国 结束短暂的潜伏生涯 路上为了谨慎其见 志愿让泰顺突然变换路线 这谨慎的剧动 正好摆脱了跟踪的情报局特工 想必大家也猜到了 泰顺已经叛变 他就是李仁葵的线人 只不过泰顺也是从志愿那里得到命令 并不知道其中的暗语 李仁葵值得做好准备 等待泰顺的消息 之后 志愿顺利和影子碰面 影子带着两人又是坐车又是步行 奇怪八弯的 来到了一处公寓旁边的公厕里 他让泰顺在楼下望风 自己和志愿上去执行任务 这次的任务是处决一个叛逃者 两人刚离开 李仁葵这边就收到了泰顺的消息 他顾不得向上一句汇报 立即带着队员前去抓捕 而且李仁葵还想起 那栋公寓里住着的叛逃者 是朝鲜某位高官的亲弟弟 如果被杀 对韩国来说影响将会非常的恶劣 与此同时 影子和志愿来到了叛逃者的门前 开门的士气岳母 确认身份后 影子二话不说 直接击毙了对方 志愿则迅速控制了叛逃者的妻子 却不忍下手 影子抬手就是一枪 结束了他的性命 之后 两人又在房中 等到叛逃者和其儿子跪来 影子迅速将其控制 就是一番殴打辱骂 期间志愿实眼色让男孩快跑 可男孩已经被这一幕吓傻 没有任何的反应 在影子开枪杀死叛逃者时 志愿快速把小男孩抱入怀中 不想让他亲眼看到父亲被杀的场景 此时 李仁葵终于带队赶到 立即让队员千万叛逃着的家中 而影子此时还想杀掉小男孩 被志愿极力阻止 死死地抓住了影子的枪管 此时大批特工出现在了楼梯 结合志愿的举动 影子下意识地认禁 使志愿背叛了他 可现在情况危急 影子摆脱了志愿 独自向楼上逃窜 志愿抱着男孩 奔向冒充邻居脱身 却被无意间调出的匕首暴露了身份 虽然他打运了两名特工 但还是被赶来的人控制了起来 此时赶来的特工和影子发生了枪战 结果双方的枪法极其悬殊 几轮下来 特工们死得死伤得伤 志愿也趁乱打运了看守的特工 带着小男孩从电梯逃离 枪声导致了大楼内一片混乱 志愿把男孩交给邻居后 从混乱的人群中逃离了大楼 而李仁奎接到手下汇报 得知有目标逃到了楼下 立即让人拍摄现场画面 而且他根据描述 迅速锁定了志愿 而志愿看到泰顺在特工的车上后 才明白是泰顺背叛了他们 而这时候影子也从大楼里杀了出来 李仁奎分身的功夫 志愿已经消失无踪 影子击杀了几名围上来的特工 弄力辆小摩托逃之夭夭 李仁奎迅速从下属开车追赶 可影子利用小摩托的灵活优势 在小巷中穿梭 汽车根本无法有效地追击 最后车子还被卡在了就在楼梯上 只能眼睁睁地看见影子 骑着小摩托潇洒逃离 事后因为李仁奎擅自行动 导致多名特工死伤 而且没有丝毫的成果 被局长狠狠地责骂 志愿也不好过 他在和影子约定的地方 等了整整一天 对方却并没有出现 看来他被影子彻底抛弃 于是他先联系了泰顺 看看有没有影子的命令 和泰顺在一起的李仁奎一把接起了电话 此前李仁奎已经拍下了志愿的样貌 他并不知道志愿已经被抛弃 便想劝说志愿倒戈 因为情报局的目标是影子 如果志愿协助抓捕影子 对他的行为将既往不咎 志愿听到后却挂了电话 他不想放弃回国的任何期望 那里是他从小生活的祖国 还有他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可他等来的却是让人绝望的消息 影子用暗议给他发了一句话 背叛者不可饶恕 这段时间里潮汉关系缓和 间谍停止了活动 李仁奎领导的小组便没有了用武之地 而且李仁奎毫无成果 局长要裁掉他的小组 李仁奎一气之下和领导掐了起来 导致他直接被开除出了情报局 六年后 李仁奎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 雇佣着两名憨憨的手下 靠追踪逃跑的越南新娘 杨家糊口 除此之外还不舍得协助警察 抓捕几个通缉犯 转取赏金 这次和李仁奎来往密切的警察 遇到了一桩及时的案件 他想让李仁奎去抓捕跨国贩卖妇女的头目 虽然是个韩月混血 李仁奎本来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得知赏金高达六千万韩元后 李仁奎当晚就开始了行动 凭借着多年特工的经验 和这几年摸索的情报渠道 李仁奎迅速在一处越南人居多的工厂 找到了通缉犯 不过自己在墙 也遭不住憨憨的手下拖后腿 一个傻了吧唧的 凑到人家脸上说 找到了找到了 结果被发现 另一个只顾着看球赛 早已把找人的事抛之脑后 李仁奎值得一边让这货去寻找另一个手下 一边亲自出马 等找到两人时 通缉犯已经带人包围了他们 李仁奎让两个憨憨的手下 去对付通缉犯 自己在对付大批的小喽喽 结果两个憨憨的手下 城市不足 淘宝很溜 扔下李仁奎一人在风中凌乱 面对这么多人 李仁奎虽然拿出一把假枪试图脱身 但对方人数中多 很快就发现枪是假的 众人一拥而上 用人海战术 很快就把李仁奎控制 并绑了起来 正当他们要让李仁奎见点血 给他一个教训时 一位戴口罩的工人突然出现 三拳两脚就像这些小喽喽干翻 统缉犯本不想放过他们 当看到志愿威胁报警后 知道放过了他们 事后李仁奎发现 救他的人居然是志愿 而志愿也同样认出了李仁奎 此时的志愿还不知道 李仁奎早已不是情报局的人 同样李仁奎也不知道 志愿早已被抛弃 不过两人都不知道 对方已经认出了自己 志愿的出现 让李仁奎有了大胆的想法 他先顺着志愿找到影子 便加以看中了志愿的身手 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想要雇佣志愿 而志愿根本就不想 和情报局有任何的关系 果断拒绝 但李仁奎并没有放弃 一来抓捕间谍 有高昂的奖金 二来也是为了一血前耻 六年前的行动 让他一辈子都无法释怀 为此他还专门找了 当初的手下帮忙 现在对方还在情报局工作 提供点装备什么的不在话下 为此他还专门抛弃了工厂丁烧 希望能顺囤摸挂 找到影子 而志愿则找到了当年的老师 现在已经是韩国方面的人 老师劝他留在韩国算了 毕竟他已经被抛弃 可志愿的区女都在北边 他无法走出叛国的一步 他认为李仁奎现在的身份 就是伪装接近自己 就像将计就计 利用李仁奎获取情报立功 从而能回到祖国 于是他联系了李仁奎 然而见面后都各有目的 假冒假样的讨价还价一番 志愿以付房子的首付为由 索要高工资 为了自己的目的 李仁奎只得答应 就这样互相利用的两人 开始正式搭伙 刚刚第一单 两人相处的就不算愉快 志愿对李仁奎不人道的抓捕方式 很是不满 但李仁奎为了留住志愿 只得迁就对方 把手铐的钥匙给了他 解开了越南女人的手铐 之后李仁奎让志愿住在自己家里 这对两人来说都正合心意 各怀归他的两人 都小心地坚持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就连不小心掉在地上的菜刀 离开房子到网吧用暗语 向影子汇报自己的卧底任务 而李仁奎看到后 则彻夜难眠 天天后 李仁奎还不见志愿回来 以为他会把影子带过来 对自己不利 于是便开始了各种想象 自己如何和两人搏斗 最后还拿起了手铐 把自己靠在了管道上试验效果 全然忘记了昨天把钥匙交给了志愿 结果就太尴尬了 真正的是作茧自负 带志愿回来后 门口满视李仁奎振扎的痕迹 他默不作声地给李仁奎解开了手铐 再次开始了工作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依然是寻找越南新娘 不过由了志愿的加入 找人的效率高出了很多 业绩也是蒸蒸日上 两人也开始逐渐放下了防备 甚至把对方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期间志愿了解到 李仁奎早已离婚 妻子带着女儿改嫁到了英国 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赚足够的钱去英国看望女儿 可以的话再给女儿买套房子 他就此生无憾了 这让志愿想到了 原在北边的老婆孩子 所以这段时间里 即使没有上级的任何回复 志愿依然坚持汇报情况 这天李仁奎说要去见个朋友 就放了一天的假 志愿出于警觉 立即起身跟踪 发现李仁奎见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叛徒 泰顺 愤怒他一路尾随到泰顺的处所 上去就掐住了泰顺的脖子 然后是一顿胖揍 疯狂发起了自己的情趣 平静下来后 两人席地而坐 泰顺也有自己的无奈 他过得并不好 他的妻女都在这边 背叛也只是为了生存 他还告诉志愿 你的妻女在北边也都很安全 而且还了解到 李仁奎早已被情报局开除 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样志愿立功回国的希望破灭 更糟的是 志愿从电视上看到 北边进行了核实验 这会导致南北关系的紧张 而李仁奎在从以前的手下那里 得到一个最新的高科技追踪芯片 偷偷地放到了志愿的手表中 夜里志愿无法入睡 他必须要做个抉择了 此日他以参加同学聚会为友 独自出门 李仁奎立即乔装尾随 偷拍到了和志愿会面的几人 前手下查到了几人的资料 发现有教授 有牧师 还有电视台的导演 导演和教授已经出国 只有牧师留在韩国 李仁奎直接找到了牧师 强行逮捕了对方 结果闹出了个乌龙 对方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 导演和教授也不是 原来志愿被抛弃后 并不介意留在韩国 但北边的妻女让他进退两难 就想通过导演教授等人 可以出入朝鲜的影响力 偷偷地让他们带出轻鱼 然后让偷渡集团送到韩国 此时的李仁奎再明白了志愿的处境 可他所说的房子首富 原来是给偷渡集团的首富 因为北边的核事业 志愿才会如此的惊奇 直到这些后 他也放弃了对志愿的调查 甚至有些同情他 加上这些日子的相处 放下两人以前的身份 他们已经是情义深厚的兄弟 之后李仁奎继续带着志愿工作 在志愿的影响下 李仁奎放过了那个通缉犯 因为通缉犯不是单纯地从越南贩卖人口 他也想给这些人找个好人家 对于那些受到家暴逃跑的女子 他也提供庇护 并不是十足的恶人 而是类似跨过婚介所 回去的途中 李仁奎还答应了家暴女子探望姐姐的请求 看到姐妹俩紧紧地相拥 李仁奎心有触动 直接放弃了这单任务 紧直带着志愿离开 回到家后 他们再次看到了何世言的新闻 李仁奎明白志愿现在的心情 主动提出结尾兄弟 志愿还在小心隐藏身份 拒绝了李仁奎 次日李仁奎按照北边的习俗 为志愿准备了拜祭父母的物品 随后更是直接挑灭了志愿的身份 这让志愿反应激烈 用刀子划上了他 李仁奎坦言 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 与其持刀相向 还不如等志愿接到亲女后 俩人继续干这行生意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不香吗 志愿的内心也深受触动 默认了李仁奎的话 放下刀子 含泪击败了父母 这时候李仁奎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匆匆出门 不放心的志愿跟踪而去 结果在医院的停时间 看到了泰顺的尸体 时隔六年 影子再次出手了 就在志愿为泰顺感到惋惜时 他被旁边的特工认了出来 志愿不想背叛国家 只得夺路而逃 李仁奎劝以前的手下不要追了 影子早已抛弃了他 不过局长可不这么认为 得知志愿携带的手表有追踪器后 他立即让人实时定位抓捕 而逃到的志愿 看到影子再次出手 便立即来到了网吧查看信息 果然影子用暗语约他见面行动 还警告志愿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为了妻女的安全 他只得服从 随后他联系了电视台的导演 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多留在这里一天 妻女就多一份危险 如果他死了 他希望导演能利用长曲北边的机会 照顾一下他的家人 与此同时 情报局应通过定位 在实时追踪 而李仁奎想给志愿报信 可电话已经关机 他必须赶在情报局之前找到志愿 志愿在和影子碰面后 确定了目标 正是那位教授 教授致力于改善南北的关系 此时正在就何问题 召开新闻发布会 情报局追踪到志愿的位置后 李杰猜到了他们的目标 便马上通知了教授避难 可即使教授被众多的保镖保护 可面对影子这样的特工 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很快保镖就被屠杀殆尽 已经分别根据定位找到了附近 楼顶上 影子催促志愿马上动手 干掉教授 恰巧此时李仁奎找到了楼顶 他焦急地扔掉了志愿的手表 像大哥一样嘱咐志愿赶快逃走 情报局已经找到了附近 可影子就躲在暗处抬起了枪 志愿只得忍着背伤 对着李仁奎连捅束刀 看着李仁奎倒在地上 不知生死后 影子这才现身 抬手就向教授射杀 但教授临死前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原来北边早已停止了间谍的一切活动 刺杀教授的事 是影子的私自行动 面对志愿的质问 影子让他少管闲事 他主动干掉卖国贼 合错之由 而且还用志愿的妻女威胁 听到家人的消息 志愿再也无法控制情绪 他紧紧握着影子的枪管 质问他到底把家人怎么样了 他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此时李仁奎醒了过来 持枪置向了影子 影子这时也有些惧怕 便没有回答志愿的话 结果志愿误以为 家人遭遇了不测 一怒之下 拽着影子一同摔下了高楼 情报局的人也闻讯赶到 身受重伤的影子坐在暗处 依然富裕顽抗 而且他还想干掉志愿 赶来的李仁奎不顾危险 用身体护住志愿 此时的影子已经奄奄一息 枪法大受影响 在和李仁奎的对射中 被一枪击毙 李仁奎在指示受了轻伤 救下了志愿 一段时间后 李仁奎的应用表现 受到了国家的表彰 他还收到了志愿的信 信中又去往英国的 头等舱机票 志愿让李仁奎去英国 看望女儿 在机场 那个通缉犯还专门了送鸡 还给李仁奎的女儿 准备了一份礼物 飞机上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 志愿带着妻女 也出现在了飞机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Goodbye